等小无猜的默契 心头其美的欢喜 充斥满这小雪的海边世界 或许没有浪漫的爱情情节 但此刻陪伴成了无价之宝 自从来到这个昔日生活的地方 小英仿佛成了这个短发女人的根屁虫 虽然有些不好意思 但小英喜欢 喜欢短发女人四处奔走的心心色色 在小英的眼里 也是在今天从她好朋友嘴里 致学了很多她的故事 这些年一堆事情的光辉历史 以及这个远离十米远的码头 每当到了这个地方 她便会冷静下来 小英子更是多方打听过后 才知道当年就在这个地方 她为了替朋友还赌债 义无反顾在在谩骂声中 一鼓作气高高跃起 潇洒起飞 在这里证明了自己 喜欢一个人的眼神 总是那般精致 总是隐藏在嘴角的微笑当中 而这个码头也至此 成了他们之间的秘密基地 初来乍到 小英努力的学习刀工 学习琐碎的生活技能 来帮助她的事业 可终究事与愿违 毛眉帮上不说 还差点害得她截肢 严谨的泪水不停地涌出 心爱的她 心爱的女人 此刻被自己这般伤害 难以想象 小英心态的苦楚 可有些事情 就是这般奇妙 原本是小英伤害她 却扭过头来 她抽签赔罪 繁华的街道 嘻嘻嚷嚷的人群 自那一点里的陪伴 游走当中 生活也开始变得有意思 望着那昔日的湖边 翠花信头的记忆 再也忍不住地涌现 如果自己多年前 没有远离着的城市 没有离开 或许此刻 自己早已经拥有它 拥有自己 心心念念的爱情 那个黑夜小英独自外出 躲在这秘密基地之上 迎着海风唱着歌曲 心头想着那 迟迟不敢说出口的 美好情话 願行 还是 远迟不敢说 遍